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5分 在整个市场都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美股开始急速暴跌 20分钟之内 高雄私指数整整下跌了9% 所有的股票都像自由落体一样 整个市场都懵了 什么情况 然后紧接着不久市场又开始反弹回来了 短短的36分钟就出现了美股历史上最快 最猛烈 也是最诡异的崩盘 就是Flash Crash 闪风时间 美国监管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功夫 挨个去约谈华尔街那些大投行 大的对冲基金 想调查他们当天的每一笔交易 可是离奇的是整整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查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这些西装阁里的华尔街精英们 他们可能很难想到 远在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个郊区里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上 一个普普通通的二楼小房的卧室里 一个看着普普通通的神秘少年 竟然是整个闪崩事件的始作俑者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神秘哥 他全名叫做Nevanda Singh Serral 太难读了 我们还是就叫他神秘哥 你说就这么个小哥 整天就在他那卧室里头 捣咕捣咕就转得风生水起 日入能够百万 还一不小心就把美谷给搞疯了 很多年轻人都把他视作是偶像 是不是听着跟假电影似的 他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神秘哥是个印度裔的英国人 79年的时候出生在伦敦边上的 一个郊区的一个小镇上 叫Hanslow 这个小镇就是31年后 美谷大风盘的发源地 神秘哥大学快毕业的那会儿 就看到有个广告写的 Wanted Futures Traders Must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大致意思就是说 本私成聘期货交易员 必须要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完了 你看也不是什么大公司的招聘广告 神秘哥一看 我行啊 就去应聘了 这种交易公司 其实在纽约伦敦都非常的多 规模也不是很大 不瞒你说 小林当时毕业的时候 也去面试过这种公司 他们的模式也很好理解 就是公司拿出来钱 然后让你去做交易 你可以去炒股票 炒期权 炒大宗商品 基本想干嘛就干嘛吧 赚了钱呢 就你跟公司分 一人一半 不得不说啊 这个神秘哥真的是个天才 思维敏捷 逻辑思维强 手速还非常快 就这么个刚毕业的小哥啊 他也不用人交 也不需要团队 就一个人 整天就在那儿吭斥 想怎么能赚钱 然后哗哗哗就自己做交易 没想到就成了 整个公司上最能赚钱的人 一天就能赚个几万 甚至几十万英镑啊 其实和现在很多交易员 或者那种特别geeky的人一样 就像每天戴个大耳机 七八个小时 他就能一动不动的 但是除了上厕所 就在那儿对着个电脑 拿着手票 哐哐哐点点点点 然后就赚巨多钱 就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雷曼兄弟已经倒闭了 当时全球的资产暴跌 神秘哥呢 就经过一通分析 当然还有他的直觉 觉得美国的政府会救世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压了进去 还加了最大的杠杠 你说巧不巧 他星期五的时候买进去的 星期一 美国政府就宣布了 七千亿美金的救世计划 一下就转翻了 他的资产也从两百万英镑 窜升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 你别忘了 那时候他也就是二十多岁 也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的 一个矛头小子 你说厉害不厉害 这么厉害个人物 百分之五十要分给公司 给你你干不干 所以呢 想明白了 他就立马走人 开始自己捣鼓了 当然他也没有搞什么 大的对冲基金 又是招人 又是想在泰晤士边上 租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办公室 人家就是靠自己 搬回了自己的小镇 Hounslow 他就有点像个特别厉害的那种黑客 他自己的行头 什么主机 显示器 当然还有一些神秘的设备 就在他那个屋里都setup好了 然后每天窗帘一拉 一天还是七八个小时 带上他的大耳机 坑式坑式点点点 做那些神秘的交易 就是说中午 他妈在楼下喊 他说 小神秘该吃午饭了 然后他就 来了 我说等一会儿 然后电脑一扣 就下去吃饭 吃完饭上来 接着干 点点点 赚大钱 他们家那个小楼 值30万英镑 但是你知道神秘 对他来讲 经常日入百万英镑 What 你想想 一天赚一套房 是什么样的体验 但是人家并没有去买房子 还是跟他爸他妈住在一起 就在那个小屋里头做交易 不是有一些做交易的那种赌徒 很激进 像我们之前讲的月格 他赚了钱 就all in接着投 所以他们肯定也是赚得很快 但是神秘格 也是有一些印度血统 可能也比较保守 他赚的钱 就会拿出来 但是你要放在英国 需要交个大概 30% 40%的资本增值税 他就把这赚来的钱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跨境操作 把这个钱转移到了海外 这样就成功地 避了税去海外 做一些投资 在他看来 整个交易 就跟打FIFA 打游戏似的 他赚的那些 就是游戏币 你想爱玩游戏的人 游戏币肯定是越多越好 从来也没想着说 这些钱要拿出去 怎么去改善一下生活 或者怎么花 说到这儿 你肯定就好奇了 小令我也一样 他到底是怎么赚这么多钱的呢 咱们来具体说说 神秘格的操作手法 当然这里头 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 那赚钱的呢 主要还是通过不合法的 任何一种金融产品 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成为市场 就是因为有人愿意买 有人愿意卖 比如说有人愿意买 我愿意花100块钱买 有些人愿意花99 有些人愿意花98买 有些人97 96 卖呢也一样 卖呢一般肯定比买高一点的吧 你卖个东西肯定想卖更贵一点 所以有些人呢愿意101卖 有些人愿意102卖 103 104这样 所以我们在那种交易软件上 看到的价格 一般就是在我们那个例子 就是100到101之间 就比如说100块5 你要现在就是着急买呢 那你可以报个101对吧 你就直接把那都买进来 那有些人 我要想103买呢 你也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好我们继续 一般呢比较专业的交易软件 除了能看到那些价格 还能看到一个报单量 就是说有多少单愿意100的价钱买 多少单愿意99 卖的也一样 好那重点就来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 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市场的供需的关系 就是有多少人想买 有多少人想卖 对吧 那这时候如果说想买的人特别多 那大概率这个价格是要往上走的 想卖的人特别多呢 就预示着这个市场上 比他是看跌的 这就说到了神秘哥 他赚钱的核心原理 就是我可以输入大量的订单来吓唬你 但是我不成交 从而呢推动股价 往你想看到的那个方向去走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 神秘哥101先给买进来 对吧 然后呢 我就下大量的买单 试图推动着这市场的价格往上走 那市场一看这么多人想买 那肯定是看好 对不对 所以我也得赶紧买 买单就越来越多 卖的单呢就开始撤 推着往上走 直到这个价格 比如说涨到110 111 这时候神秘哥叫他刚刚101买的给卖掉 妥妥的赚了9块钱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下入市场来套利 你听这个原理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这种手法 专业的词叫做spoofing 就是诱骗交易 其实在二级市场里还是挺常见的 只要你的资金量够大 你就可以通过影响市场 推动着市场往你想要的方向走 你看这不就有点等于操作市场吗 所以现在这种操作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就如果你在华尔街做交易 一进去就会告诉你 什么是能做的 什么是不能做的 什么是犯法的 什么是要进监狱的 而spoofing就是犯法里边的首当其冲 差距题外话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 坐旁边有个小哥 有一次有一个订单 他本来想买 但是一不小心下错单了 给下成卖了 小哥吓得赶紧给撤回 然后又重新下了一个买单 第二天 公司的督导组 就是compliance 就怀疑他在spoofing 就把他找过去约谈话了 小哥当时吓得 咱说回到神秘哥 他当时就用着spoofing这种方法 来操控市场价格 起初在06年之前 赚的那是风生水起 但后来不是有很多那种 靠机器操纵 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都寄来了 就大大的压榨了 神秘哥的利润空间 那神秘哥肯定不能这么干瞪眼 赶紧雇了个人 开始自己写程序写算法 好家伙这一下子更厉害 有了这些算法之后 他那个交易量 或者说那个虚单量 也是成指数增长 曾经就在标普 eminute的股指期货里头 他一个人一天的订单量 就达到了整个市场的7% 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5月6日 就是美股闪崩的那天 当天早上欧洲央行有一些传言 市场的波动率就巨大 那这种做交易的 肯定是希望波动率大 有波动他们才有赚钱的机会 你说市场这股价都一动不动 他们赚什么钱 于是他就执行他往常的策略 下卖单取消订单 下卖单取消订单 这一天下单的量达到了2亿美金 修改订单次数有19000次 据说当天市场上所有的eminute 就是那股指期货里头 有三分之一都是神秘哥下的单 What 于是他就这么操控市场 加上偶尔真的成功的交易那么几单 轻轻松松就赚了将近100万英镑 也让市场的波动率持续增大 然后就在纽约时间下午1点40的时候 我估计可能是他妈在楼下喊小神秘吃饭了 他就关了电脑停止了操作 接下来的事呢 就和我们开头讲的一样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美股闪崩 大家也都是集体蒙圈 你看啊 如果在一个市场疯狂暴跌的情况下 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情况下 很多专业机构肯定都是会减仓 而那些高频交易的公司 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清仓止损 那这些肯定都是更加加大了市场的波动 然后等大家回过神来 发现啥事没有的时候 市场又反弹回去了 就造成了我们最开始那神奇的一幕 就是flash crash 之后的五年啊 神秘哥就越玩越溜 在他那个小卧室里头 一共赚了七千万美金 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竟然犯下了那么大的事 直到2015年有一天 FBI的一帮 湖背熊腰的大哥们 来到了他家门口 敲他家房门 这时候神秘哥他爸开的门 他爸就上喊 小神秘啊 有那人来找你 小神秘就是很正常嘛 很正常一天穿一个大T恤 大裤衩晃晃晃晃晃就下来了 当时双方一见面 两边都懵了 FBI这什么 还是就这个小伙 其实倒垮了美国股市 神秘哥在边上也懵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耽误你们了 邻居也懵了 千万富翁 我昨天还看一只小哥 在麦当老买特价套餐 这美国政府前前后后 一共给他提了 22项五花八门的指控 这个累积哈 神秘哥要面临着 长达380年的监禁 哎这个事还没完啊 精彩的来了 最开始监禁的时候 法院判了说500万美金的保时费 就是说你交500万美金 人就可以先出去了 大家都想 你说这小伙 自己赚了几千万美金呀 500万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赶紧出去了 但是我们之前不是说 神秘哥拿着钱 都去搞境外投资了吗 这时候需要用钱了 他就开始给那些 投资公司去打电话 万万没想到 那是一帮骗子 他一分钱也没要回来 你说就这么一个天才 搞了那么复杂的避税手段 最后自己竟然被骗子 把钱全骗走了 全部家产 更我意思的是 法院看到这个情形 他也很无奈 本来想着说 能拿个500万美金 就不得不把这个保时金 调到了5万英镑 就这样都是这父母 把他们那小楼 给抵押上拿了钱 才把儿子给保释出来 你看啊 如果我们站在 美国的监察局 和FBI的角度想一想 他们也是实属无奈 本来想着查这个答案 签几个什么惊天大恶 世纪答案 然后罚几个华尔街投行 对冲基金 唠他个几亿美金 结果没想到弄了这么一个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戴着耳机的毛头小子 连500万都拿不出来 更何况啊 这个神秘哥 可以说是一个 涉事未深的孤僻天才 各方面自理能力都不太行 就会赚游戏币 审理过程当中呢 也发现了神秘哥 其实有自闭症 钱也被骗光了 也挺可怜的 你把这么一个小哥 放到监狱里 监禁个380年 有什么用呢 于是乎 这个平时一毛不拔的 美国监管局啊 竟然和神秘哥 这么一听啊 神秘哥也是很听话 立马变身了正义的骑士 特配合 特给力 从自己天才的视角 就开始给这个美国监管局解读 有如何如何 多少种方法 可以操控市场 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关注的 你们这都太弱了 在这个神秘哥的帮助下啊 监管局在这几年里边 抓到了包括像是 德意志银行 瑞银 HSBC在内的等等 多条华尔街大鱼 就集一集一美金的罚款 你说神秘哥都这么棒了 监管局就给法官写了一封信 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个神秘哥非常配合 非常给力 帮助我们 斩获了多条违规的大鱼 而且你看他啊 也挺惨的了 也受到了够多的惩罚 请求法官轻判 这儿小林得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这个闪崩呢 其实原因是众说纷纭的 有人说这是蝴蝶效应 你不能全怪神秘哥 也有人说神秘哥就是个替罪羊 但是神秘哥确实是唯一一个 因为这个事才被抓起来的人 时间来到2020年的1月 法院的判罚下来了 神秘哥被象征性的判罚 在他Houselow的那个家里头 禁足一年 这事就这么完了 而我们都知道 一个月之后 COVID来袭 全球的人民都因为疫情 而被判处了居家禁足 经历了股市闪崩 7000万游戏币得而复失 逮捕 调查 监禁 如今的神秘哥 依旧在他那个房子里 依旧每周和他的朋友 打游戏 踢足球 依旧每周去买 麦当老的特价套餐 只是我们不知道 如今神秘哥 又在他神秘的卧室里 搞着什么 喂 嗨 说错了 全名叫做 Demander Sings What What 这就是我们今天 故事的主人公 神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